日本京都这家咖啡店在台北新一期化区 事实上在向南里一家朋友有一间 一样完好周末 Hello Taiwan Hello Taiwan 这里的卡丽铭看出来 大家都在欢度要续细 第二次的一个国门开放 国政电微盟当时开放第一个月子来 1500的外来的观光客 20万的傻眼 人数太少了 你知道刚2019年当时一年有3910万的观光客 相比价值得累穫了99万 所以说观光客不来了 已经帅战了 包括财政的困难 他们都希望 我们是不是改变态度 怎样当当民众的外来的观光客对共产呢 当时的店家与市已经秀赏了非常多的态度 因为他们希望对观光客再来参加 让他们可以重回过去2019年当观光生放